南中国海仲裁案昨天公布的裁决结果 认为台湾占据了60多年的南沙群岛最大天然岛太平岛为沿礁而不是岛屿 这一结果让台湾舆论一片哗然 台湾各界今天对南中国海仲裁案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林峰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林峰你好 南中国海仲裁结果是不是让台湾官方感到有些意外呢 林峰 的确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结果是大大的出乎各界 当然也包括台湾官方的意料 那么就我们昨天在台湾外交部的观察来看 这么上午的时候 实际上台湾官方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 都是感觉气温还是很轻松的认为 这个结果应该说不会特别的谈到这个太平岛的这个地位问题 但是这个下午五点钟这个台湾当地时间这个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这个海牙国际仲裁艇公布结果的时候呢 是五点钟准时公布这个结果 那么台湾总统府呢是推迟到推迟将近了一个多小时才发出官方的这个声明 那么显然呢是是这个对这个裁决呢是感到有些这个出乎意料 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个声明中也是强调对这个仲裁决这个结果呢是表示了这个不满 那么也是表示了是绝对的不接受的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反应来看的话 应该说台湾这个官方呢是对这个结果是感到的这个有些意外 那么当时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台湾的立委呢对这个台湾外交部长呢 李大为做了一个质询 他认为是就问他是不是这个政府方面的这个准备不足 那么李大为是对此否认说当时呢台湾政府是对所有的这个状况 可能出现状况的都进行了一一的这个沙盘推演 但是他也的确是承认了这次的这个仲裁结果是对台湾最为独立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今天台湾政界蓝营和绿营对于这个仲裁结果都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今天主要是从蓝营方面来说呢 是对这个蔡英文政府的提出一个批评的一个观点 那么就认为这个蔡政府在这个520上台以后呢 是跟美日的关系是走得比较近 那么他们就提出一些批评认为这个政府跟美日走得近 这个关系拉得这么近 但是最后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仲裁结果出来以后 感觉好像是台湾被玩了被涮到里边了 那么就是说台湾最关注的这个太平岛地位问题呢 是明确的被这个提出是他决定为是一个岛礁而不是一个岛屿 那么对台湾来说 这就意味着这个太平岛呢 没有这个200海里专属经济权 那么只有12海里的一个领海权 这蓝营的反应 那么绿营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绿营的反应实际上也是对这个仲裁结果感到是相当的不满 但是绿营的反应呢 我们从这个台湾外交部的这个官方的声明 他第一条就是说认为这个声明呢 是将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矮化 那么他引述这个声明中的一段话说 这段声明的是把台湾称为这个中国台湾当局 也就是英文所说就是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那么认为这个说法呢 是首先呢 是对台湾这个国际地位的一个不承认 那么第二就是说希望呢 绿营的反应就是说 希望这个未来台湾能够被纳入到这个多边的这个争端解决 这个技术当中也是同样也道愿说 那么台湾在这个仲裁过程中呢 作为一个当事方是从来都没有被听取他的这个 他的意见的 好的 那么这样一个令台湾十分错愕的这个仲裁结果 是不是会波及到美台关系呢 一难 对 我今天采访到一些这个学者 那么有学者认为的确的这个这个结果呢 是让这个大家都感到非常的一个错愕 感到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他们认为呢 美方呢 有必要 那么认为这个美台关系是实际上是一个准同盟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美方呢 是有必要向台湾的这个公众 包括舆论 包括官方进行一个一个更全面的沟通 那么详细阐明这个美方的这个立场 那么同时呢 我们关注到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呢 在面对这样一个局面的话 一方面又有来自来英的压力 那么认为呢 他跟这个美日关系搞得走得比较近 那么但是这个仲裁结果对台湾相当不利 那么需要做出一些官方的回应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来自 他也在承受的来自另外一方的压力 就是说 如果台湾在这个仲裁结果上表现的太过于 这个态度太过于激进的话 那么势必被国际社会认为 他是不接受这个国际法 那么他的这个立场跟中国 大陆立场是非常的相近的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